经济观察报记者,田径11月20日,武汉市中心城区之一的武昌区渔家头码头,作为曾经的沙石码头,现在变成了年年数百米的生态江滩公园。 三年前此处混乱的场景,只存在于陈敏的记忆之中。 陈敏说,2016年前,从此处到二汽厂向大桥不到两公里,有着十余个非法沙石码头,每个码头沦路的沙石,堆有五六层楼高。 青天时,沙石运输车从早到晚在土路上穿茶往来,尘土四处飞扬,雨天时,则到处影影不堪。 11月21日下午一点半,在武汉市三环外的各化,码头临时沙石集散中心,映入眼帘的是五座十余米高的细沙堆,其中四座覆盖着防尘网,在落露的一座细沙堆旁,进一辆翻斗车,将沙石装进运输车。 整个沙石集散中心,听着十余辆红色运输车,三四个运输车司机在一旁聊着天,等待着运输车转获,距离沙石堆几百米歪的江边,一辆包沙船停靠在岸边。 披带机将船上的沙石传送到岸上的塔基料斗,随后根据沙石大小被筛选传送至不同的沙石堆。 沙石集散中心约一半的传送带处于停止越转状态,而这样的沙石集散中心,在武汉有十余个。 根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,于2016年10月编制出台的武汉沙石集散中心布局,规划此后历经两次调整。 武汉市沙石集散中心,呈现七加十的总体布局,即全市共规划七个长期沙石集散中心和十个临时沙石集散中心。 沙石集散中心建设的初衷是减少过往被发码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,但沙石仍面临上游资源缺乏的问题。 武汉市人民政府2018年8月7日公布的信息显示,则化码头临时沙石集散中心破碎生产限制开工以来,因工艺及上游资源等原因,没有行成长周期运行,基本处于半生产状态, 每周开机四天左右,时间为八十至十六十。 各化码头临时沙石集散中心,一位沙石运输司机,向经济观察包介绍,自己主要负责将此处的沙石运送至本区的昏宁突搅拌站。 相比几年前每天几趟活,经济个月,基本一周能有五趟活就不错了。 湖北省物价居11月21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,自2018年6月入训开始,金山市黄沙价格变大幅度上涨。 从去年每对,下同57元到71元,涨至今年8月份129元到157元,且供应仅将有价无货。 11月12日,一到150元到180元。 不止湖北省内,长江沿岸的多省市沙石价格,从2017年初开始,呈现一路走高的态势。 全国范围内沙石价格的上涨,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督察组的关注。 9月份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发文给湖北、广东邓巴省市,要求针对沙石、水泥、混凝土价格上涨的情况迅速摸清情况。 分析原因,并加强市场调节监督。 粘沙石骨料是混凝土生产的重要原料,占据了混凝土一半左右的生产成本。 混凝土价格随着沙石价格的上涨而水涨船高。 湖北省监设工程标准定额管理总占收集的数据显示,房屋监设最常用的C30商品混凝土,2017年平均价为392元每立方米。 2018年10月份,自价格比在湖北多个市区,突破450元立方米。 商战幅度超14%。 11月22日,记者咨询武汉市多个商品混凝土公司,没有多余的混凝土售卖,有加无获,成为了回复的关键词。 武汉银华商品混凝土销售负责任向记者表示,当下沙石原材料供应很紧张, 今年混凝土供应计划安排得很满,现在合作的工地都不一定能及时供应混凝土,明明情况如何自己也不确定。 在金九银时,工程项目进入赶工期的背景下,沙石、混凝土的需求更是呈现季节性上涨, 各地甚至采取了多种凝食措施,以保障终端用户的需求。 2018年6月底,南昌市采杀办,采取临时紧急性措施, 停止对非工程和搅拌占用户的沙石供应,农村居民检放拥沙, 每户不超过150吨,需提供本人姓名、地址、街坊审批文件, 以及委托预刹车辆号牌、司机姓名、灵溪方式等资料,并提前24小时预约订购。 居住在武汉市东湖高兴区的李涛向记者介绍, 自己三层楼房刚落成不足10天,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, 三层楼房用沙约140吨,与2017年年珠相比。 房子建设期间,沙字价格上涨,为100多元每多, 最终的建设成本也多出1万多元,并且建房用沙还是通过属人才在本地买得到。 2018年9月,湖北省大改委引发, 关于加强重大项目建设沙石料供应保障有关事项的通知, 为缓解用沙难提出了13条措施, 包括增加合法许可去采沙采石供应规模, 加快沙石疾病中心建设,做好废弃沙石综合利用等。 2018年10月,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开完, 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曹松表示, 鼓励现有手势齐全的码头经营沙石, 能开得开起来。 做好废沙石的综合利用, 积极开辟新沙源,精准分类施策, 加强市场监管监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